大家好,这里是奇幻五分钟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 未来世界丧尸智商变得超高 开始骑着鲨鱼到处杀人的故事 故事开始在天空上 一艘客机正在正常行驶 前方突然出现了十几条机械鲨鱼 鲨鱼的背上还有穿着军装的纳粹士兵 这些人登记后才发现 他们其实是一群丧尸 丧尸们在客机内打开杀戒 后来飞机就坠毁了 但是外界根本不知道坠毁的原因 这件事被一具一百多岁的老白注意到 他是一家科技公司的老板 此前公司在北极考察的时候 发现了二战时期德国的一艘战舰 他怀疑这两件事有关联 他让先遣队和二女儿小梅去调查战舰 故事先遣队发来消息 说是遇到了神秘力量的攻击 小梅让同伴回去寻求支援 自己则先行进入舰队 他发现这里是德军的研究基地 里面有一批被改造过的士兵 老白想了小梅赶紧回来 但是小梅却并不想听从 于是他被士兵发现 然后被一个女丧师注射了药剂 这时战舰开始下潜 幸亏小梅反应迅速 才没有跟着一起下潜 但是他遇到了刚好返回的飞沙队 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 他已经回到公司了 小梅和姐姐小丽猜测 自己的父亲老白一定知道什么 老白告诉他们 二战时期德军损失惨重 其中最惨的就是空巡 于是科学家小光研究出一种药剂 让男人拥有再生能力延长寿命 变得无间不摧 让女人也可以变得强大 而药剂被撒向死去的士兵时 那些士兵便会再次站起来继续战斗 他还研究出了机械鲨鱼 在鲨鱼的身上配了喷气式设备 和机关枪给士兵当做起 老白就是和小光一起研究的人 但是因为研究还没出成果的时候 德军就已经节节败退 所以小光决定带着研究成果逃走 而老白却不同意 他被小光打了一枪 为了活下去 老白给自己注射了药剂 之后他就来到了美国 在这里组建了家庭 现在看来小光还是完成了研究 此时欧洲的一些国家 也遭遇了飞杀队的袭击 因为鲨鱼具有隐身的能力 所以大家一时之间 并没有应对的办法 老白当即决定联络各国的国防部 专家发现 声波可以让隐身失效 于是大家决定反击 因为飞杀队的存在 航班已经全部取消 无数的人被滞留 这时一架航班突然恢复运行 于是很多人兴奋的上去 空中他们遇到了飞杀队的屠杀 而这一切都是老白的计划 这架飞机其实就是诱饵 此时小梅和小丽也带队准备好 战争一触即发 突然小梅因为药剂变异 开始进行无差别攻击 但好在出发前 老白就已经将解药交给小丽 于是小梅恢复了清醒 外面飞杀队仍在继续攻击 这时一只巨齿杀出现 它开始攻击飞杀队 因为那是老白研究出来的 在巨齿杀的帮助下 飞杀队被全部殲灭 但是北极那里还有一艘舰队 舰队上面还有很多的纳粹士兵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请点赞和关注 下期精彩继续